各位投资人大家早 现在9月9号在这里跟各位来做一个盘中的解析 那首先呢各位投资人还是在留意到 当台湾股票开盘之后呢 我们还是在留意到美国的一个股票的一个动向是如何 跟台湾目前有什么一些变化 那我们知道说上礼拜五 OK美国他要公布一个非农业就业人数 那这一部分我之前有强调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为什么这很重要的一个点 你记不记得我之前在同屋的一个强调 并说QE要退的话基本上就是有两个 一个GDP一个失业率 那今天呢上礼拜五公布非农业职业人数的话 16.9万人 那基本上来看的话呢 还算是OK 但是没有预期到20万人 如果到20万人的话呢 那基本上失业率可能会降低一点 那紧接他就公布一个8月份失业率7.3 是创下目前前差不多2、3年来的话 他最低的 那基本上他要到6.5 那才有可能会调降这个QE 那以基本上来看的话呢 目前就是美国有几个比较重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叙利亚 到底这个军事形状到底怎么样 OK9月9号 就今天晚上 那美国时间是白天就决定说到底 决定怎么样去军事干预叙利亚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拭目以待 这个如果说 这个如果攻打叙利亚之后呢 情况是如何 这个时候各位投资人 我还是跟各位投资人强调一点 第一个 我们不要去跟这消息面去对抗 所以到底是 是多还是空 不要去管它 持股策略 一定要有所更增 一定有所改变 这一定要记得 从以往至今来讲的话 认了一些消息面的话呢 都不要去跟它去对读或怎么样 钱放在口袋是最基本的 那紧接着呢 我们还留意到 目前国际上有哪些一些 news会出来 第一个OK 我列出来 9月6号到9月11号 德国消费性的一个电子展 已经开始了 OK 这会引发哪些概念股 会有所动作 另外9月10号 就是Apple会发表一个新手机 然后紧接9月10号 Intel 它要在美国公布一个 科技论坛的一个方式 OK 那我们这里要留意到说 如果一公布之后呢 Intel的一些概念股 会有哪些股票会有所动作 这我们还是留意到 另外一个就9月11号 瑞幸在亚洲科技论坛的话呢 会公布哪些 他们认为说 哪些一些文章 一些news 他们觉得比较重要的 所以呢 我们现在留意到说 美国跟国内 目前有哪些news会出来 另外一个呢 就是变成说 OK好 叙利亚 如果说军事行动之后呢 会带动一个油价上升 那油价上升之后呢 紧接着 台湾的哪些股票是受益的 太阳能 其实这个议题的话 在一个礼拜前就已经提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还是跟各位投资人讲说 这个议题的话是先割下 不要去介入这类的一些股票 我觉得还是要小心一点 就像我常讲的 股票要买在低档 高档的时候呢 你就记得 一定要落袋 OK这是最主要的 另外一个就是变成说 中国的金酒银食的一个news出来 就是一个中概股 我们要留意到 像圆柏啦 蓝天啦 立音房啦 或者这类的中概股 我们就要留意到一点 那紧接着 就是Apple 9月10号的一个发表 手机的 那瓶盖股 就是一直在强调的 是差不多在8月28号 那天第一次录影的时候 就跟各位强调 瓶盖跟视剧 是一直我强调的这一部分 那如果说 已经到达这个时间点的时候呢 我就认为说 就不需要再介入了 我们还是要主张 控制一些资金控管 多的话呢 够的话呢 就给他送给他了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一个 四季干领股 也是一样 上9月4号 他公布这个执照的一些问题 那我觉得 未来的一个走向 我觉得还是以瓶盖 跟视剧为一个主流 只要短时间 这个消息面出来之后呢 我就会稍微做一个修正 修正之后 等未来 这些瓶盖股 跟这个视剧干领股 业绩出来之后呢 我觉得这个又是一个 很好一个介入点 另外一个就是一个生机类股 那生机类股的话 一般来讲的话 它比较 倾向于说 本孟比那一部分 因为你只要是把一个价格 跟一个它的一个 那个来比达 本益比基本上来讲 都蛮高的 所以呢 升级类股这一部分的话 就是还是要留意 但是升级类股 对我个人来讲 我也是蛮喜欢的 其实有时候呢 点已经到达一个高点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要留意的 就像说 你要留意到一个技术分析问题 量价背离 量价奇养 这些理论 都是有所根据的 如果说呢 善用这些东西来讲的话 我觉得 对各位的一个投资 标的义务的一个策略模式 一定会有所帮助的 另外一个就是 八月份域埃西设计股 来讲的话呢 它也就会公布 所以呢 未来的一个礼拜 我给你倾向你 这一部分的一个 类股者一个在做波动 在一个做策略 一个模式 那接着呢 就跟我来讨论一下 那今天的一个整个 搭盘走势是如何 OK今天 一开开8176 涨了12点 然后呢 最高来到8191 最低来到8117 现在是跌10点 所以但是今天预估量 差不多1000多亿 那如果今天呢 如果维持在这个范围的话呢 我觉得对整个盘式来讲 还是一个正面的 那基本上 我们才留意到说 K线图来看的话呢 我之前强调 它从818这样拉上去的话 这协力太陡了 太陡的话 涨多的话 拉回做协认 这是一个很合理的 那只是说目前 我们看这个K线图来看的话呢 要留意到一个 这边有一个小缺口 这小缺口来讲的话呢 我是希望说 一般在缺口理论来讲的话呢 一天不补 三天一定补 三天不补 三个礼拜一定会补 总而言之 我觉得这个 如果说能够短时间 稍微会补补之下 再往上拉上去的话呢 对整个底部的一个 换手的话呢 我就会更好 反正量出来之后呢 要留意到它这个 换手量还有一个出货量 如果这量出来的话 是一个换手量的话呢 对后市还是一个 剧长的一些功能 所以我们要留意到 这一部分的一个模式 所以今天来看的话呢 我觉得量有出来的话呢 基本上来讲量多 我觉得都是可以留意的 今天量多的话呢 要留意到明天 它是不是一个 下午盘整 或者一个 再来一根长黑暴打量 那如果长黑暴打量的话呢 一段时间 可能要做一个 很大一个修正的 那如果说不是 它稍微拉回 稳一点的话 那有可能 这个量是一个换手量 所以呢 我们今天还是要留意到 这个量的一个变化 还有明天这一部分 都留意到量的变化 那个股方面的话呢 我觉得还是说 各位投资人还是留意到说 我们之前有讨论到一些 个股 OK 这个我很强调的 第四边是各位投资人 当锁边有股票的时候呢 一定要有一个停损点 一个停利点 我为什么会在一而再 再而三跟各位投资人 强调这一部分 我觉得做股票 观念要很正确 观念如果不正确的话呢 我跟你讲 失败率是非常高的 如果说你们今天周遭的 投资人 如果今天股票赚很多钱的话呢 你问他们观念是怎么样 他们观念一定是正确的 要不然如果不正确的话 不会能够在股票能够获利的 而且股票的方式就是很重要 如果不对就是要做修正 不要持股续报 而且你如果跟股票谈恋爱的话呢 到后来呢 累还是累自己 所以呢观念上还是很重要 记得美国有一个金融家 叫巴洛克 他常讲一句 他说我正在卖掉 正在上涨的股票 只因为我可以能够保住 我财务的理由之一 我觉得这个重点 这句话我很喜欢听的 就变成说 股票如果说有获利的话呢 你卖都没有关系 但是你要记得 很多投资人讲说 我想要卖到最高点 我跟你讲 谁都想要卖到最高点 这最高点只有一个你知道而已 就是上帝知道而已 其他人都没有办法知道 这高点没有办法去拿捏 但是如果说我有 股票上涨的话呢 获利放口袋 是最实在的 最根本的 所以这观念还是跟各位投资人 更强调这一部分 那另外一个的话呢 就是我目前手边的一些股票 OK 不是手边的一些股票 只是说最近我们比较留意的 这些的一个留意的 这些类股来看的话 4958跟3231跟310 我这都凭概股 那如果说有些股票 多的话呢 涨多的话呢 拉回做修正 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合理的 来 我们先看一支4958真点 OK 这股票之前从高点它拉下来 只有这一天 你还记得 这一天是一个长黑 我没有跟各位投资人讲说 隔了几天之后呢 不能再破这一个低点 这点很重要 如果说不破的话呢 亮能力有说起来的话 对这股票未来 基本上我也觉得还是蛮正面的 也是我觉得应该还是有机会 只要是这一根长红跟这根长黑 刚好抵消之后呢 在这一部分做个盘整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 那另外一个我们留意到说 另外一支是3231的一个伪创 伪创今天的话 也是应该在这高涨之后呢 做个盘整 基本上呢 主要是比如说 它有接到一个Apple的一些订单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 蛮不错的一些类股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看一个4G类股 一个叫做6285 这个企举 这个股票 我也是跟各位投资人讲过了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如果说没有报大量的话呢 没有长黑的话呢 我觉得这都是可以虚报 但是如果说各位投资人 如果你已经在这低档介入的话呢 已经有这么高的话呢 我觉得都可以看各位投资人 如果你想要 做一个持股变动 都可以都无所谓 只要我还是跟你讲那句话 巴洛克 美国金融家讲那句话 在股票上涨时后呢 把股票卖掉 这是他主要一个财富增加的理由之一 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的 这一支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所讲的一个 升级类股的话呢 就是OK 1107 这支股票邦特 邦特的话是107 OK今天 差一点点跌下来 今天量有3500多张 那基本上这股票来讲的话 以中长期来看的话呢 这股票已经 从这边拉上去的话呢 一根长黑亮出来的话 我觉得这个时候呢 就是要稍微留意的 那如果说 如果说有资金上 已经都已经差不多了 那我觉得做一个换手的话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劝取一个策略模式 这股票的话 我觉得基本上也是蛮看好的 只是说各位投资 还是要持股方式 还是要留意 另外一就是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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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辉 也是一样突破这高点之后呢 在这边稍微盘整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 今天可能在生机肋股的话 稍微做一个 一个一个小股盘整 那这个时候呢 就留意到这一部分 如果空手者 你有你要介入的话呢 还是要留意到 你资金商业的控管 那目前生机肋股来讲的话呢 我觉得 短时间会拉为 那生机肋股的话 可以在各位持股里面 占个10%或20%左右的一个持股 我觉得是一个蛮正面的 另外一个方式的话呢 就变成说 我们之前还要看到 3673的股票 OK 这个TPK TPK的话呢 这个股票 是我常说的 跟各位投资人 常讲这个股票 那这个股票 基本上来讲 还是依各位投资人的 一个持股方式 这个股票 其实非常好的 可以把它收回 自己一个策略模式里面 我觉得是一个 我觉得个人是不错 所以基本上来讲 你会觉得 各位投资人 觉得说 我在这边 常常是一个重复的 跟各位讲这个持股策略 跟一个概念的问题 这个很重要 最主要变成说 各位投资人 如果说 有一些部分的资金 我做一个long term的 一个中长期的 另外一部分资金呢 我可以选择目前一个主流的股票 另外一部分资金呢 我可以随时做一个现金 或者是某一部分 更一个short term 短打的一类股票 OK 你可以去做一个策略规划 那基本上 如果说一个long term的股票 来看的话呢 你会遇到 这个股票我放的时间 跟我钱放在银行定存时间 哪一个获利会比较好 那这个时候 你要做一个long term来看的话呢 你一定要遇到 第一个基本面好的股票 第二个业绩面 不错的股票 另外紧接一边 这个股票 基本上来讲 它是一个很稳定的股票 而且不是有一些主力啦 做手在那边去做的股票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手边持股变化是很重要的 那目前各位投资人 如果在持股这一部分 有一些问题的话呢 一定要做一个规划 然后呢 有些股票做什么划分 盘中的股票涨跌 我觉得你不要太care这一部分 因为基本上指数这一部分的话 有关系到比较多类型的股票 那各股方面的话 你选择比较机会的股票 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股票 另外一个 就是我最喜欢讲的股票呢 如果说各位投资人 如果买到有股票 有获利的话呢 都OK 你可以随时ending 它都可以卖出去都很好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 就是能够保住 你财富增加的理由之一 要记得 而不要跌下来之后 才设一个停损点 卖掉 那这个时候呢 你的财富永远都会是minus 每天点净净净净... 净到最后呢 只趋近一点 所以呢 我希望在这盘同事后 跟各位投资讲这种观念 希望各位投资能够去体会这个方式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 就是不管投资也要进步 老师也见识上也是要增加 所以我们一乡共勉励 那所以待会两点半的时候呢 记得盘同分析完之后呢 还会跟各位投资讲 波浪理论第四个阶段 第四个阶段这一部分比较复杂一点 所以呢 各位投资如果说看到这个频道的话呢 可以看前几天的 我跟各位讲一个波浪理论的方式 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希望会对各位投资有所帮助 OK好谢谢我们去讲话这边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物的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谨慎评估并支付投资风险